芹菜是大家常吃的蔬菜,既可以降压降脂,也能抗菌消炎,美容瘦身,深受人们的喜爱,也因此在各地广泛地种植。 那怎么种植芹菜才能好吃呢?下面,我把我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。 芹菜喜欢冷凉气候,春季秋季冬季都可以种植,并且它喜温耐阴,种植之前要在土地上是一些有机肥,并且选择的地块,预兆不要太强。 芹菜洗水,如果缺水,芹菜净中间会比较空,纤维多,口感糟糕,所以要勤浇水。 芹菜喜欢蛋肥,所以在芹菜的生长过程中,要施加蛋含量比较高的肥料。 家庭种植芹菜,可以掰外层的茎和叶子吃,掰完还会继续生长,这样能采收很长时间。 这几个要点,您学会了吗?好,关注小月,带您一起学种菜。